金牌律师团 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欢迎收看由辽宁省司法厅特约播映的 全媒体法律服务类节目 金牌律师团 本期议题的关键词是合同纠纷 根据本期的争议话题 栏目在金牌律师库中 选取了弥商市领域的 严东 张忠奇 陈婉夏律师 组成本场代理律师团 本期请到远博士提供对立视角的 X律师是沈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长壮 在今天的交风当中 他将以反方视角对当事人提供报告 2022年11月 李先生在短视频平台上 看到了一则宣传 反倒牵了个魅神器 这段短片了解一下 来自沈阳的李先生 今年40岁 当过老师 卖过房还养过牛 人到中年 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他 急需一份改善现状的事业 这时他有了拍短视频 带货赚钱的想法 可毕竟隔行如隔山 该从哪儿入手学习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 让他仿佛一下子看到了希望 就是你拍一个短视频 下面挂个购物车 就可以买货了 就是拍短视频 扶起两个人 然后我们的挣佣金就可以了 不用物流 不用售货 不用客服 就一部手机就完事了 这就是李先生 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的希望 一个拥有近百万粉丝的 自媒体账号宣传 不用物流 不用发货 只需拍短视频 就能带货赚钱 视频中种种诱人的宣传 吊起了李先生 报班学习的欲望 视频中 学习班的负责人介绍 自己做实业多年 实力雄厚 人脉很广 并且拥有800多人的电商机构 带出过无数能实现 财富自由的 短视频带货博主 除了拍短视频 其他一切都由他来做 就能赚钱 并且如何拍好短视频 也是他来教你 从短视频平台 看到介绍 不懂短视频平台的 这些事的人 也可以进入来学习 然后通过他三天的培训 能够获得一份 比较较好的一个收入 所以说 看他的介绍感觉不错 然后我们就开始 去报名学习 李先生随即联系了 指定的课服 课服告知 过几天就有学习班的课程 费用是5980元 一共学习三天 就这样 李先生满怀 希望地交了钱 签了协议 报了班 可接下来的一系列经历 却让他始料未及 是在跟我们宣传 他以往的成功数据 然后谁谁谁 拍多长时间 用了多长时间 把这视频拍火了 赚了多少钱 认真听讲 认真做笔记 但三天下来 李先生觉得 学到的知识 是少之又少 就在他要打推堂鼓的时候 学习班老师 又开始推荐起了 师父带徒弟的 授课模式 他说大家之所以 感觉没有入门 是缺少师父 手把手的帮扶 想要帮扶的学员 只要再交两万块 或者十万块 就可以跟随老师 继续神造 帮扶大概就是说 师父一对一的帮你 带你帮你拍视频 带你拍视频 带你帮你写文案的 让你从小白 一点点成长起来 那我们既然来了这些 很多很多都是说 笨着这个行业想去做的 所以说当时也是 就是冲动了 然而让李先生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败师模式 也并没有让他学习到 所谓的核心内容 他觉得不值 提出了退还两万块 败师费的要求 谁料对方说 退款可以 但要签下一份 在他看来是 卖生气的合同 合同规定 他承诺除绑定 在学习班机构平台账号外 不能再做其他任何线上账号 包括出镜配音等行为 如若违反 违约金甚至高达五百万 报班学习 知识没学到多少 却把自己给绑定给了公司 李先生既气愤又懊恼 他决定来到 金牌律师团的演播现场 希望金牌律师 通过法律的评定 帮助他摆脱困境 我保证本场均为真实表述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你好 这学习班的课程 你关注了多久 也关注了几个月吧 那你觉得 他在宣传上 哪一个点特别吸引你 本身我是对这个人 已经产生了一种信任 因为已经看了 他两年的短视频段子了 然后他又开班了 然后每天发一些数据 是他们怎么成功 怎么怎么多好 赚了多钱那种数据 然后我就当时就是作为素人 就是说小白 我就想 咱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学习 也可以改变一下 现在有限我的生活 你简单给我总结总结 这是几门课 这个也常会 第一天下午的时候 他就教了我们说 做在某视频平台 你要想做东西 你得先写一个文案 他告诉我们这个文案 应该去怎么写 好 第一节课文案课 接下来呢 第二天上午的时候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文案 写的都不行 你们那文案 这个基础写的都不对 你当时觉得心服口服吗 当时觉得说得有道理 当时说得有道理 因为之前 自己在家看的时候 没有这种概念 就是一点都不懂 不知道说 我还得写文案 其他课还有什么 然后第二天下午的时候 就是带着我们那个 录音比较好的学员 当着我们大家面 去拍一组 黄桃罐头的视频 也就是这堂课 是视频拍摄课对吧 对对对 那你觉得你自己通过实操 你的技术 你的拍摄角度 你的视角 有提升没 实话实说 他上完课以后 我感觉 跟以前自己在家拍摄 是没有任何区别 说白了 就是我继续完以后 感觉还是在自学 而且这自学的道路 跟我原来在自己 某平台看短视频 没有任何区别 有点颠覆了 你从前对学习的认知 对对对 他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来我这了 只要到我这来学来了 我跟你三天讲的 都是最干的知识 然后你把这个知识 学会了以后 你就以后 自己就可以做 做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说他们总结了 多年的经验 还有多少个团体 多少个达人在一起 然后还有很多 他们有很多的资源 比如说他们所谓的说 我有很多的供应链 其实后来接触以后 才知道这些都是空无其谈 那么学习班宣传的 短视频带货流程 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呢 李先生说 按照他们的说法 就是博主开通商品服装 然后在学习班提供的 选品广场里选品 通过短视频 挂购物链接的方式 带货赚钱 卖出的货款 博主按一定比例 抽取佣金 而学习班所在的公司宣称 学员只管拍好视频 无需担心货源 公司自有供应链 选品等所有流程 无需学员亲力亲为 而且佣金也高于市场平均水准 可在李先生看来 公司的这些宣传 都存在相当大的水分 你之前学的三天课 多少钱啊 5980 什么时候教的 在头上课的前两天 就是课还没上呢 你就把学费交了 对 因为之前找他联绎过 后来他说那意思是说 没有试课 你要想学 就第一先把钱交了 因为他说 这都是他们多年总结的经验 属于行业经历 就是当天上课之前 就签合同了嘛 先签的朋友 才往上课嘛 严律师 如果按照李先生 讲述的时间顺序 他在交钱的时候 不知道有这份协议 但是当这份协议 出现的时候 即使李先生 已经享受了 一上午的授课内容 他有没有权利申请退费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可以确认一个问题 合同签约方 任何一方 均不可单方地去变更 或者是增加合同的内容 或者是强加地 使对方的义务变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 我结合到本案的话 5980元是先交的 那可能在之前 有一个口头的一个约定 说5980 我要有三天的培训 但当第一天 上午培训完之后 又给你拿来了个协议 增加了一个内容 就是可能要账号绑定 这个就属于 我们增加了李先生的 一个义务 我怎么理解你这合同 你花了5980 到底买的是课时费 还是签合同的费用 它宣传当中是5980 是让我们买的是它的课 但实际上我到那里以后 是签完这5980 就是把我这个人 卖给这公司 完全卖给这公司了 我怎么理解你说的卖给它 也就是说我在任何网上 需要去做任何居家摆货 比如说零食 一些用的像他们学习班 那种卖 只要是他们学习班 卖过的那些东西 我们都不准备去做 如果我做了 我就必须给它分钱 李先生交了5980元学费 跟学习班机构签署的 这份协议 不仅要求李先生 要把短视频账号 跟公司绑定 不绑定即意味着违约 李先生增设新账号 也要经过机构同意 同时该协议 还明确了双方的利润分成 公司拿40% 学员拿60% 关于分润 关于分成的这样一个义务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教5980的时候 我的目的 合同的内容 即便是口头的 它是有效的 是约定双方的 那么5980教完之后 我只想做一个培训 而没想成为 所谓的达人也好 还是说 跟你公司进行分润也好 所以说 我们当然有权利拒绝签订 后面的这份 增加了李先生义务的 这样一个书面合同 我们要求 我们只是旅行之前 5980培训三天 这样的一个合同的 一个内容 你签署的时候 你内心是什么样的心情 是喜悦呀 还是略有不快呀 还是疑惑呀 有疑惑 当时心里是有疑惑的 就是说 我只要听完了这个课以后 就必须跟它公司分成 这种是疑惑的 但是当时都说了以后 你听完课以后 有什么问题再问 所以说 就当时在那个气氛下 我就把这个东西切了 那你当时签这份绑定协议的时候 都有疑惑 后来掏两万块钱的时候 没有疑惑吗 哎呀 这个就是他们的高明之处 一步一步再去做 因为 学员前三天以后 通过他们每天给我们留 第一天让我们自己写完案 第二天让我们实拍短视频 他们给我们的都是否定的 确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是都不会嘛 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本来是下午还有课的 但是他临时的时候 直接改成你们不用学了 不用学了 你们所有人做的这些东西都不好 没有一个我能看得上的 就他们的总教练说的 没有一个我能看得上的 如果你们真想从事这个行业 继续详细在这行业当中 升学 赚大钱 我们就给你们个一对一的帮扶带 他给你灌重的思想就是你坚持在做 如果有这么一条火或者两条火了 就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改变 那你后来是单纯的觉得我没学到知识 我不合适了 我要退这个费用 还是说我认为我被骗了 我认为我被骗了 因为第一个合同是稀里糊涂浅的 没看那么详细 第二个合同钱 签完以后我回家 我就有点觉得亏劲了 就是所有种种行为当中 就是一步一步在引导你 让你去拜师去交这个钱 这是李先生在交完两万元拜师费后 签署的协议 协议与第一份协议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利润分配条款的不同 利润分配由原来的公司拿40% 变成公司拿60% 学员拿40% 也就是说交了两万元拜师费后 李先生未来的分润反倒减少了 那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你把费退了 回去以后会越想越生气 从想到这个细节 我因为一环扣一环 我都在这儿去骗 那后期又经过我这了解是什么呢 它所谓的配货 所有的什么供应店 其实都没有 那我拍任何一个东西都需要我自己花钱买 那我还教谁学什么呢 那我说我自己个家学吧 我自己拍吧 那不跟我自己拍又没有任何区别吗 我默不如自己学了 我何必交这两万块钱呢 然后他说那行 你和那谁 你俩都是这种情况吧 去退去吧 结果给我找他们那个属于他们的工作人员 给我拉到另一屋的时候 好半天才过来 给我们拿了两份合同 就是说解除协议 当时我还感觉 哎呀 我说这解除 我说这跟他公司就彻底解除了 其实不是 只是解除这个两万块钱拜使这个协议 但是他给我拿了这合同以后吧 又给我们嫁在那儿了 我就感觉太生气了 又给我们嫁了一个 又给我们嫁下来 那合同上写着很多一些 哎呀 违约条 说还是在约束我们 就是说你退完那合同了以后 你不允许在任何平台上 任何一个平台 或者是任何一个网络上去做 什么短线平带货 就做这些东西带货 如果你做了 就要赠什么赔500万 当时我不想不想钱 赔500万 赔500万 500万什么钱啊 赔公司的钱 赔给公司的钱 就是你不外事学了 你也不允许在这行业再继续做了 你做我就不能退你的钱 这是他们公众员告诉我 这是李先生与公司签署的第三份协议 只有在签署了这份解除协议后 学习班才会同意退回2万元败师费 但账号与学习班的网络并没有解除 且李先生不能在任何一个短视频平台 注册其他账号 进行短视频带货 包括在其他账号出镜配音都不可以 否则将要赔偿学习班500万的违约金 这份无法解除的拜师器 基本等同于断送了李先生 今后在此行业发展的全部可能 你之前学的时候是我们的人 你不学了以后你还是我们的人 你永远是我们的人 是那意思吗 对 当时就是 这合同就是这种概念 但是当时说心里话 我们我都已经认为被骗了 两个号钱虽然说不赌 但也是学汉权的 那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啊 就是想退这个598的学费 也想跟这个学习班脱离关系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本想着在人生进入到瓶颈的时候 换一个赛道重振旗鼓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赛道 都能通向人生巅峰 李先生觉得这钱花的冤呀 这学习签得莫名其妙啊 那么这个所谓的学习班 到底有没有资格收取这笔费用 而且对方又是用什么样的手段 让李先生越陷越深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后 杨茜茜茜 看起来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他拍每一个视频的时候 从头到尾是怎么想的 简单地给你减速一下就完事了 我们在暗访的时候发现 其实当时的授课氛围 授课内容 跟你讲述的大体一致 但是有一点却不一致 你强调的是 你交了5980学费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 后续要签订 所谓的绑定协议 对 但是我们暗访的时候 人直接就告诉你了 5980是什么钱 是必须受客家绑定协议的钱 是这样啊 当时我问他呢说 第一你不能去听 第二呢你要来的时候 就是先交钱 交完起来以后 我告诉你 跟我谈话的过程当中 没提及任何 涉及到必须得跟公司签约 你才能听课 或者说你必须来了以后 听课了就必须跟我们签约 任何话题都没说 那你觉得你的经历 和我们的记者经历 为什么截然相反 因为前一阵的时候 我也赶上过 有很多学员 就是包括我现在手里头 我也看到过 也加了一个群 大概有个百十来人 都是在这个学习班 学习过的人 然后他们很多的经历 和我们都是相同的 有很多人呢 宰死羊的 就是咱本地的 特别近的 那么就是去找到退费去了 那你今天怎么来理解 你们这些学员的身陷其中 我感觉就是 完全写好的一个剧本 一步一步 我们所有人都认为 就是被骗了 宣传当中都是 他们给我提供这些服务 帮扶着我 我只要做 我把视频拍好就行 也就是说 你不需要做具体的工作 只需要拍视频 钱就来了 对 张律师 像这种算不算虚假宣传 从法律意义的角度来讲 虚假宣传是指用虚假的 容易令人引起误解的方式 进行商业性质的宣传 本案中这个学习班 隐藏了 关于李先生的这个权力 限制条款 以及合作模式 而对于内容上 功能上的宣传 进行了夸大 使李先生陷入了一种 错误的认识过程中 所以我觉得可能构成 虚假宣传 现在李先生已经上完了 三天的课 以什么都没有学到为理由 退还598的学费 有道理吗 首先在法律上 什么都没有学到 不是法定解除协议的一个 法定理由 在这个协议当中 并没有说你这个课程 要讲述到让你学到什么 程度为止 所以你单纯以我没有学到 知识来要求解约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抓住了学员失忆的人生 勤住了学员一夜暴富的心理 某些机构便画起了造富的大饼 甚至入学门槛为零 零门槛 不是没门槛 那是坑 那么李先生花了5980 并且签署的协议该如何定性呢 这其中又暗藏了怎样的玄机呢 三位金牌律师请提问 李先生您好 想问您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根据您刚才的描述 在授课的过程中 对方一味地教导您 说要学习其他的短视频 授获的这种拍摄模式 那么他在教授过程中 他教授了 是否存在独特性呢 没有独特性 说白了是在教我们 怎么去抄别人的视频 李先生还有一个问题 在本案中 您跟对方签订了三份协议 其中有两份达人签约协议 和一份解除协议 那么在签三份协议的过程中 对方是否委派了专人 对三份协议 其中包含的关于分成 以及限制您权利的条款 对您进行了说明与解读呢 没有 5980元 是培训费用 还是你加入到 这个传媒公司的入门费用 当时他的宣传是5980元 是我们学习的费用 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们知道 在2020年 人设部和其他两个部门 共同颁布了一个新的工种 这个工种里面就有一个 叫互联网营销师 其实我有点怀疑 你们学习的内容和培训的内容 是根据这样一个 培训特殊资质的这样一个主体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单位是需要有特殊的 培训资质 需要有行政审批 和你一样 主张宣传的内容 和真正培训的内容 完全不一致 甚至说完全抽调的这些人 大概有多少人 就我目前我知道的 就是有一百多人 也就是说 你知道和了解的范畴 就有一百多人是吗 对 这个问题的问题点在于 说如果这不是一个个例 而是普遍认为的一个现象的话 那他真的可能 涉嫌的内容就比较严重 三位金牌律师认为 5980这份合同 提供服务的条款 和违约责任条款存在问题 甚至这个学习班 都没有资质开班授课 那么针对以上事实和证据 X律师请提问 除了我们在今天 这些短片当中看到的 就是现在目前的这种 网络平台上 还有没有这家公司 做的一些宣传 或者你们有没有 一些证据流程 有啊 它原来有很多的那种 属于夸大其词 像你说零门槛 没有基础 或者说一些 我做这个行业 会需要很低门槛的那些视频 我们都有证据 我大体上听懂了 其实我觉得来说呢 虽然是用了一个新瓶 但是它装的还是旧旧 跟80年代的那些宣传气功热 其实还有包括建国以前的 那个卖大力丸 它这个套路都是一样的 它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刚才的时候呢 那个严律师谈到了一个支持的问题 其实说实话呢 有些行业是需要 制止要求的 但是这些年来 对于支持的审查 它越来越变得宽松了 我也通过网络查了一下 这家公司它的经营范围 它的经营范围是包括 业务培训的 但是仔细分析下来 好像是一个插边球 我们说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 是两个概念 签合同有的时候 你未必买得到东西 那么服务对于商品来说 可能就有一些的 不太那么具体 比如说我去理发 理发师认为 他给我理得很好看 我说你我理得太难看 影响我找女朋友 影响我今天上镜 但这个标准上 这标准就不太好把握 它就不像商品那样 它有一个相应 相对的国家 有一个质量的标准 放在那里 购买服务就有这个特点 它这个标准就不太好把握 所以我觉得来讲 如果我们就这个按照 我们如果说单就个案 提起民事受众的话 就是要求法院返还 结果不一定太好 X律师定义为 心瓶装老九 你认同吗 认同也没经历过这种 我认为是诈骗 没经历过 但是现在他说完以后 我认为确实是这么 很多都是 心瓶装老九 但是确实可能是 当时的认知没达到 可能是当时的心态 各个方面 在那个环境当中的衬托呀 就切实考虑了 有句话说的好 止损并不是放弃 而是改变方向 李先生本可以 在该放弃的时候放弃 该止损的时候止损 可是总有一丝希望的小火苗 在眼前跳动 仿佛自己觉得 再加点钱 升个仓 是不是一切 就会变得更好 其实真正让李先生套牢的 还真不是5980这份合同 而是交了两万元 拜师费后的一系列操作 想要进一步学习到核心内容 就要交钱拜师 关于拜师费 学习班给出了 两万和十万 两个档次的拜师费 区别就在于 两者分润比例不同 李先生衡量再三 交了两万斗的路 这份合同中明确规定 协议解除后 李先生不允许 在任何平台 从事短视频带货 否则将面临承担 收益20倍 或500万人民币的违约金 对此 记者在实地探访时 学习班负责人 却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负责人这种赚不回本 退全款的说法 对没有信心的学员 非常具有诱惑力 但是退款时 是否需要签何种协议 负责人却是只字未提 在李先生陷入解约困境的同时 他也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 像他这种交了两万 甚至十万拜师费的学员 不在少数 而退费后 大家基本都签署了 类似的绑定协议 如今大家已经组建了维权群 希望通过抱团取暖 为自己维权 那么这份所谓的天价违约协议 是否有法可依 李先生又能否结拔 金牌律师团再次出战 拜师费分几个等级 两个等级 一个是十万 一个是两万 你选择了最低档 我选择了两万 怎么考虑的 他当时说了 就是说你交十万也好 交两万也好 老师可能都一二 只不过是分成比例的不同 肯定能把钱挣回来 然后当时我对这个事情 也是半信半疑 所以说我选择了一个两万块 你现在了解这些师傅 都是何方神圣吗 其实我感觉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比我们接触更早 这个行业的 接触更早的普通人 还都是普通人 其实都是普通人 那是不是你拜的诗不行 别人拜的诗可能行 毕竟人和人之间有差异 就是以我现在 所能接触到的人 学习班的人 都没学到任何东西 也就这不是你的一家之言 不是我一家之言 我们现在就连线一位 身在杭州 当时也参加了 这个培训机构的学习班 并且交了十万元 拜师费的蒋女士 听听她的故事 因为我是交了十万的 两万的教学内容 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成立 十万的徒弟之后 他们教的 还是一些最基础的 然后还是碎片化的知识 而且我在沈阳 待了几个月 都没有学习到 完整的一套课程体系 他们给我安排的 那个师傅 是排列班 第一期的学员 我办完师之后 高教两把 我安排在了师傅家里 原话是 都是女孩子 住在一起 交钱也方便 而且还可以帮师傅 拍拍视频 但是我住的师傅家 一个月 一个多月的左右时间 我都没有拿到任何 有关短视频的学习资料 提供给我 帮助我学习和参考 只是一再强调 让我找爆款 照着拍就行 而且在这个师傅家里 对于我这个 刚开始摸索短视频的小白 也说 我根本都没有充足的时间 去摸索和学习 因为他这个师傅 每次拍完视频之后 都让我来打扫卫生 把这个卫生都清理干净之后 我才有时间去琢磨我的视频 和拍摄我自己的视频 而且我住在他家 那段时间里 几乎所有的卫生 都让我一个人存包了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李先生经过一系列 升级式的学习 真经没有取到 人却被禁锢了 李先生认为 自己签署的这份 类似于卖身器的协议 是否有效呢 李先生以及李先生 有同样遭遇的学员 又该如何维权呢 三位金卖律师请提问 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除了三天的培训以外 我们的传媒公司 是否给了你其他的扶持 类似于推流 加流 矩阵 文案 是否有这样的扶持 没有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我为什么这么问 原因在于 如果它真的是一个 如合同名称那样写的 是一个达人协议 或者是艺人协议的话 其实我们要想解除它 比较难 但是由于它合同本身 名称就有 下次叫某某班 然后下面的5980 又写的是什么什么学费 所以说它这个合同 其实我们是可以推翻 它是达人合同的 这样一个角度 而把它推定为是培训的 您刚才说有好多学员 都想要解除这个合同关系 那据您了解有多少学员签了本案中 您签的这个解除的协议呢 我现在知道的就是我认识的这几个人 也有八九个成年十个了吧 那您对比过这八九个学员 手里拿到的解除协议 跟您手里拿到解除协议 内容上是否一样吗 基本上是一样 基本上一样 具体有哪些区别 我只看过两个人 但是我看到的另外两份 是跟我的是一样的 是这样的啊 李先生 根据您刚才的描述啊 我这边分析 本案中您签的这个解除主播签约协议 它是对方为了重复使用 而预先拟定的 且您在签署这个协议过程中 没有与对方进行协商 那么这个协议中的部分条款 可能构成格式条款 根据法律规定 在构成格式条款的情况下 对于您不利的这个条款 对方没有进行提示 跟说明的义务的情况下 这个条款可能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在这种情况下 合同里对于您不利的条款 您可以主张这个条款 无法约束您的权利 李先生一直担忧的 就是账号被绑定 绑定终身 或者绑定所有平台 这个事情 就是在这个解阅协议当中 这个条款是被我们叫做 禁业限制条款 我先可以向您解释一下 禁业限制条款 就是最初就是最常见的是 在劳动合同当中 就比如说你在我公司 是重置一个比较重要职务的人 你要是从我公司离开之后 法律规定是你两年内 你是不能同时同种类的那个工作的 有一个期限是两年内 超过两年以上的话都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就是 公司这样约束你的同时 它有一个对等的义务 就是向你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助 就是我这两年不是不让你 从事同类型的工作吗 这两年公司是要给你一定补助的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向你强调的 权利和义务一定是对等的 针对第二轮焦点 X律师请提问 其实我觉得来讲 可能说那5980吧 你也未必是太看重 是吧 当然退更好 如果不退呢 你可能最大的隐忧是 担心我以后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说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可以和你的同学们联合起来 可以采取行政手段 或者是刑事保安的手段 这种公司 它真的没有存在的价值 那么就需要你 举起更严厉的法律武器 三位金盘律师怎么看 由于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 都是言辞证据 很少有客观的证据 并且还签了三份书面的合同 是我们亲笔签名的 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呢 我们通过民事诉讼 来固定证据 通过行政投诉 来确定违法行为 最终不见得 达不到一个 刑事的这样一个效果 但最终如果我们只想要达到 像刚刚李先生说到的 返还5980元 同时解除合同 那么我们的方法 相对来说 不是固定的 任何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 必然会引来一大批摩拳擦掌 希望从中奔得一杯羹的人 短视频培训行业也不例外 但是学员们千万千万要切记 培训不是大力丸 赚钱永远没有捷径 尊重常识 认清自己 才是不被割韭菜的第一步 那么接下来 请三位金牌律师阐述诉诉讼思路 李先生 我的诉讼思路是这样的 主张撤销该合同 而对于本案中的解除主播签约协议 因为其中部分条款 可能被认定为格式条款 且对方未对您进到提示 以及说明的义务 那么根据法律规定 可以在诉讼阶段 主张确认该条款不成立 我的诉讼思路是 这两份协议当中 有部分条款 是加重了你的责任 然而限制了你的主要权利 基于这一点 主张这两份协议当中 这个不平等的条款是无效的 我可能要主张两份合同均无效 那解决问题的途径 可以有行政救济 可以有民事救济 那么如果证据确凿的话 也可以有刑事控告 经过两轮焦点论证 黎先生 你会选择主张两份合同均无效的严律师 还是会选择主张部分合同无效的陈律师 还是会选择主张解除合同 条款不成立的张律师 请选择 我想选择 金牌律师团马上回来 金牌律师团精彩继续 李先生 你会选择主张两份合同均无效的严律师 我可能要主张两份合同均无效 还是会选择主张部分合同无效的陈律师 主张这两份协议当中 这个不平等的条款是无效的 还是会选择主张解除合同 条款不成立的张律师 主张撤销该合同 在诉讼阶段主张确认该条款不成立 请选择 我想选择 我想选择 严律师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他说的可能从两个渠道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感觉面更大一些 其实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 这是法的一个特性 先有了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到达一定程度需要法律来进行调整 这时候法律与干涉 但并不是说在法律没有颁布之前 就没有法律对它进行束缚 通过律师的阐述 我也感觉出来 这个事情确实是受了很大的大 包括四位律师 也是从不同的角度 也在弃我去抛弃这个事情 让我更加认定 我一定要把这个合同解除 我相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通过短视频平台 出现的一些在游走于法律边缘 或者说踏入法律红线的 会被司法机关列入打击的对象 我们也呼吁全社会的 我们都来共同地识破它 揭发它 向政法机关来举报它们 控告它们 让它们在太阳底下无以遁形 来保护我们在互联网世界的一片朗朗千惠 金牌律师团 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感谢收看由辽宁省司法厅特约播映的 全媒体法律服务类节目 金牌律师团 金牌律师不止为您而战 下周统一时间我们再见